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问题就来了 所以我们知道企业 任何一个企业 它的所有的收入和盈利都来自于价格 到了收钱的时候了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定价的时候 做的不是非常的正确 有偏差 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收入和利润 我们想一想 今天正好我们从郑教授的营创学院开始讲起 郑教授用1%的价格来提供全球的教育 今天我们反转一下 给郑教授提个问 为什么用1%呢 为什么不是0.9%或者1.1%呢 大家可能觉得 哎呀 1%人家就是说的一个大概 是吧 0.9% 1.1%差不太多 我告诉同学们 差距巨大 我告诉你 1%价格的偏离 有可能影响的是20%的利润 我告诉你为什么 现在很多行业的 它的利润率 可能只有5%甚至更低 也就是说卖1块钱 赚5分钱 也就是说如果的价格偏差1分 1% 也就是说9毛9或者1块01的话 对利润的影响是多少 20% 它赚5分钱 价格偏差1% 那就是20%的利润 同学们我再想一想 1%的价格偏差 带来的是20%的利润的偏差 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 我们还敢 就说 哎呀 搞个大概的价格 或者拍拍脑袋来决定吗 你说昨天我们晚宴的时候 有若干同学在做路演 很多同学在场 我非常细心地观察了一下价格 比如说我们的天然香水 我就问了 天然香水卖多少钱 那么我们创业的朋友就说 可能是200多 可能是280之类的 那这个偏差是多少 40%的偏差 吓了我一跳 你怎么敢说大概200% 或者280% 刚才我们说1%的偏差 意味着20%的利润在很多行业里面 你40%的偏差那是多少 如果按照乘下去是800%的利润呢 所以刚才回到我们宇皇的这个营创学院 我说如果不是1%的学费 是用0.9%或者1.1%的学费 这个差多少 10%啊 1%到0.9%是10%的差距 如果按照刚才的这个比例的话 那就是200%的利润 同学们 所以定价我们看到了 非常重要 直接进入你的收入和利润 我们这个营创大课呢 也有很多很重要的课程了 我们有创业 创新 是吧 各方面的这种技巧 那么好多东西呢 都在外围打转转 没有影响企业决策最本质的东西 企业决策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收入和利润 收入和利润 你比如说创业创新 创很多 不赚钱 创他干什么 是吧 那么做了很多营销 只有销售 没有利润 做他干什么 所以呢 今天我带大家讲的题目 是非常现实的 直接直通企业 最关心的决策 收入和利润 是不是 收入和利润 那么我在美国讲课的时候 经常教导我们的同学们 你在面试企业工作的时候 你给我做好工作 比如说很多上我这个定价课程的同学 在你每面试一个企业的时候 都做好一定的计算 那么面试的时候就告诉面试你的人 经过我的计算 你的价格偏差了2% 离最优 2%不大呀 听上去 但是影响了你的利润 是38%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你可能偏离了你 可以得到的38%的利润 所以在这个时候 经常雇主就睁大眼睛 说怎么回事 我的价格偏差 2%怎么带来了38%的利润的偏差呢 那我的学生解释给他听 那么这个雇主马上就说 你 我要定了 不要去面试别的工作了 是吧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企业在场的很多老板 你可以自己问一问 你确定你的价格是100%比较准确吗 如果我问到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担心了 如果你偏离1% 你的利润可能偏离了20% 你如果偏离了5% 按刚才我们的顺序 刚才的话就是 100%的利润的偏差 你可能原来可以赚两倍的钱 现在只赚了一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定价的魅力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中国的企业 昨天我讲 我看了我们昨天这个录演的演说 都非常对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都非常地自信 对定价都没怎么考虑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企业家 特别是民营企业家 都是在兢兢业业做产品 马马虎虎做定价 这个是很可惜的 因为我想你有一个好的idea 好的产品出来 经过了很多人的努力 从一开始的测试 甚至是发明 甚至是专利 那么很多人投到这个研发上面 很多人在生产方面 从原材料的采购 到比如说生产车间 再到整个的 这个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但是在收钱的时候 你软了 你没有做仔细的计算 你可能你一念之间 你就失去了百分之几十的利润 像刚才我们讲的 你偏差1%就偏差了20%的利润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 当然我们的郑教授也要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1% 一定要1% 还是1.9% 是吧 0.9 所以我们同学呢 可以对自己的企业 来进行这样的分析 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关键 那么我们不是企业家的朋友 如果将来你想就职的话 你如果和任何的企业这样讲 我学过定价 我是这方面的高手 经过我的分析 发现你的价格偏差多少 你的利润偏差了多少 所以我告诉你各位同学们 你可以拿到任何公司的职位 你比如说你对任何企业 中国工商银行 比如说这个中石油 那么华为 你告诉他们 如果你用我的方法和计算的话 你可以提高10%的利润 那是多大一笔数字 是不是 所以这个 这门课呢 就是非常的关键 我们这个 营销和创新方面的课 非常多 那么我一直认为啊 定价这个课 是最最实践性的课 那么直通你的利润和收入 我们只有一天的课程 一天的课程呢 不可能解决所有行业的 这个定价和这个定价问题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带大家呢 经过一定的训练 建立一定的思想 那么有可能 已经可以给你带来 很多的改善了 就是说定价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那么造成我们 对定价认识的缺失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商学院呢 学科不再重视 我们经常觉着呢 定价是营销的一部分 是吧 那么这个营销呢 有四P 这个是最传统的做法 那么这种认识 这种传统的认识 其实阻碍了 我们对定价的认识 那慢慢地 现在很多的学者在呼吁 定价可能不是 营销的一部分 你比如说 营销的很多的经营的观念 和我们定价的观念 是背道而驰的 甚至是矛盾的 你比如说营销 我们经常宣传的是 我们要创造客户价值 创造客户价值 让顾客满意 那么从定价的部分来讲呢 这样就是有问题的 你创造顾客的价值 最好创造价值的办法 就是免费给他 那么你就是让顾客满意 最好的办法 把你的产品免费给他 再给他附带一些钱 那么才让他满意 所以我们营销的观念 和我们定价的观念 有的时候是互相冲突的 所以有的时候 你营销学的越多 有可能在收入和利润上面 你越受伤害 所以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话 就是说 要把这两个概念 尽可能地区别开 可能今天这个观点呢 是大家第一次听到 这个是我首创的 就是说我觉得定价 不是营销的一部分 在很多方面 我们一定要克服 学习营销 带来了一些不好的思想 就是说我们在定价方面 变得非常的现实 变得非常的现实 所以呢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课程了 那么一般的朋友呢 在接受这个定价的培训之前呢 都觉得定价不就是一个数字吗 谁都可以一个数字 是吧 我们开餐馆的菜单上定一个价格 都可以定一个数字 我告诉各位 在实践中错误太多了 关于定价方面的错误太多了 我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的企业家 你的定价绝对有错误 你的所有的产品绝对有错误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 1%的错误 可能就是20%的利润 所以今天的训练营呢 我们也来看一些一些企业啊 定价失败的案例 对这个企业影响有多大 那么第一个案例呢 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个非常有好玩的例子 关于补暑器的一个例子 补暑器这个东西 这个呢 在我们以前的营销书里边 已经讲过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它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问题 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事情呢 发生在20年前的美国 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在捕老鼠这个方面呢 我们有一个很传统的 这个补暑器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 在中国也见过 那么今天呢 我其实从美国还带来一个来 为了达到这个 原汁原味的这个效果 是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拿这个现场的例子 来看看怎么定价 这个定价里边 有多少的陷阱在里边 有多少的学问在里边 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怎么用这个老鼠夹子吗 补暑器 那么今天呢 我们必须要演练一下 不演练一下 我们将一些 接下来的定价的讨论呢 不真实 给大家演练一下 刘教授会用这玩意儿 是吧 大家已经看到了 美国的老鼠夹子 还是挺小巧的 是吧 挺小巧的 这个 美国的确很多小老鼠 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摄影师 能不能拍到这个捕术器 能不能拍到这个捕术器 可以 那么 比如说 我们拿这个瓶盖 当一个老鼠了 哇 所以 非常有力度 那么这个老鼠呢 在很多时候就 马上就死掉了 临死前可能会发出那种尖叫了 还有血在上面 是吧 还有血在上面 那么这个捕术器呢 在美国已经成功地 骂了一百年 成功地骂了一百年 那么这个捕术器呢 是有一定的问题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场呢 刚才有女同学在发抖 是吧 一个是这个声音很可怕 再给你想想 老鼠尖叫的 临死之前尖叫 有的是老鼠打断一只腿啊 那么那种尖叫的声音 那是很可怕 所以那么现在呢 这个 这个厂家呢 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哎 我们要做创新 是吧 那个 那时候还没有营创 我们要做创新 那么 要做这个 产生的新产品 产生新产品 新产品的idea都很好啊 那么 这是一个新产品 他就说塑料活捉捕术器 捕术器 就是说 没有以前那么这个 那么凶残 我今天也有一个 我今天也有一个 这个 所以我从美国 拖运回来的行李里面 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 有这个捕术器啊 那么 这个原理很简单了 这个它就是 有这样一个塑料的捕术器 那么 没有这个 没有老鼠的时候呢 这个底端呢 是比较重的 那么它可以放上诱饵 放上诱饵 那么这个口呢 是开的 当这个 一个老鼠 一个老鼠 跑过来 来吃这个 诱饵的话 这个盖子就会关上 那么老鼠就被活捉了 在里边 不会尖叫 是吧 不会尖叫 也看不到血 那这个产品很好啊 那么这个就像我们 很多的企业家 在创业的时候一样 有一个非常好的idea 是吧 非常好的idea 这个东西呢 觉得非常完美 20年前作为这个 这家公司一个 主打的新产品 推向市场 我们来看看 推向市场之后呢 他们就发现了一些的问题 就会发现呢 这产品失败了 很好的一个产品 产品一个失败了 那我们看看细节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定价的问题 那么这里呢 涉及到一个定价的 就是 老的捕术器 我看看我这个 是不是那个激光啊 这不是激光 那就算了 那么这个老的捕术器呢 是木的 20年前在美国的价格 是两个15美分 它有通货膨胀了 两个15美分 现在呢 在美国还可以买到 现在大概是这个 25美分一个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美国的通胀率 它的那个效率呢 是50% 50%就是说 有的时候老鼠被打住之后 它会跑掉 那我们以前还有传说的故事啊 说老鼠尾巴被打住的话 老鼠会把自己的尾巴咬断 然后跑掉 不知是不是真的 但总归就是50%的概率 这个老鼠打不住会跑掉 那么第二个捕术器 它是塑料的 塑料的话 它的这个 抓住这个老虎的概率 是90% 这个还是挺高的 那么现在那个企业呢 在定价的时候 就面临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企业就算了一算 20年前计算了算 塑料的加工成本 后来发现呢 这个加工成本呢 比较高 比这个木头的 从树上砍一块木头下来 要高很多 于是他们的定价呢 就定到了25美分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传统上是两个15美分 一个是7.5 那么现在是25美分 结果呢 这个很多消费者 不买这个新产品 那么这个新产品呢 就失败了 就撤价了 就没有这个产品了 是吧 很好的一个idea 那我们想想 现在考虑考虑 它这个定价问题 它一个很好的产品 它为什么失败了 老鼠死不了 跟这位同学讲了 就说老鼠死不了 意味着什么 对对对 所以这位同学讲了 我就好像不合算呢 第一个就说 这个的价格是刚才的 三点几倍 接近四倍了 也就是买这一个的 那的话可以买四个 是吧 还有另外那个女同学讲了 第二个老鼠死不了 死不了怎么办 是吧 那有只活老鼠在这 那么当然有些 我们有些学员就说 死不了 没关系啊 掐死它 那么如果是这个 如果是这个 这个顾客呢 消费者 非常痛恨这只老鼠 真要把他掐死 不掐死 不解气的话 那么这个后边 这种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知道 大部分 大部分顾客来讲 他只是把这个老鼠 去掉就得了 是吧 那么第一个老鼠架子 传统的老鼠架子 是可以去掉的 第二个去不掉 去掉一半 你得想办法 怎么处理这只活老鼠 是吧 你要是真的 扔到房子外面 有的时候他认家 他会回来 是吧 会回来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想想 他这个价格 价格是定的高了 还是低了 真的定高了吗 你已经 你已经要和原来的企业家一样 要犯错误了 是吧 有没有觉得他定低的 有 为什么定低了 喊一下 这儿是活的 非常好 我们有些同学 已经开始进思路了 我们 我们想一想 这个25美分 对谁来说是高的 对谁来说是低的 非常好 这位同学认识的非常好 对一般的大众来想 可能是高的 对有用的人是低的 谁有用 什么样的顾客是有用 抓活老鼠的 什么样的人抓活老鼠 做实验的 做实验的抓活老鼠 对他们来说 这个价格是低的 还有 还有 还有哪些 动物保护协会 动物保护协会 现在我们对动物的保护 越来越强 是吧 尤其在美国 美国对动物的保护 有的时候到了一种 让人觉得不太正常的地步 若干年前 我们奥巴马总统 奥巴马还是总统的时候 在白宫接受一次访问 现场直播 那么有一只苍蝇飞过来 落在他手上 他起来用手就把苍蝇打死了 那么奥巴马 他出生在比较穷苦的环境里 他就说打苍蝇的本领 他能凸手打苍蝇的 这个一般我们没有 我们一般凸手打苍蝇 苍蝇一般的会跑掉 它没问题 他这个手起来之后 苍蝇就打死了 那么这个时候在美国是现场直播 那么美国老百姓就挠了 动物保护协会就挠了 动物保护协会很多到白宫前抗议 就说是什么呢 奥巴马总统 你是大国的领导 世界的领导 你是很多儿童 这个模仿的偶像 你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打死了一只鲜活的生命 你给多少儿童带来了心理的创伤 那么这个可能影响到 他们一生中以后 对这个动物的认识 给他们留下童年的阴影 是吧 这是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所以他们还给白宫呢 送了一只这个 这个捕蝇的 捕蝇的网 那么寄去了 那么在这之前呢 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 他们呼吁这个奥巴马道歉 然后呢 呼吁奥巴马以后 在白宫再见到苍蝇的话 用这个 用那个小网把他网住 然后把他放到外边去 是吧 所以这是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我们想想 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苍蝇都受到 动物保护组织这样的重视的话 那别说是个老鼠了 是吧 所以动物保护协会 在美国很厉害 25美分对他们 太低了 是不是 有可能太低了 还有可能 对谁来说 这个价格听得太低了 有宠物的 比如说有猫的 打算喂这个猫 活的这个动物的 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猫 还吃不吃老鼠 现在都很难讲了 是吧 很多猫已经不吃老鼠了 吃猫粮的 这个已经不吃老鼠了 但如果有吃老鼠的 比如说还有 还有人养蛇 作为宠物的 也可以作为 这个 他的 他的幼儿 是吧 还有哪些 还有哪些 可能非常喜欢 第二个产品 非常好 所以这位 我觉得绝对是一位 优秀的父亲 优秀的父亲 我们想想 我们在座的 很多朋友 家里有小孩 是吧 或者小孩小的时候 我们想想 这个 我想想这个 很危险 是吧 大家可以信服 是绝对不买这个的 另外一个 多贵都要买的 是吧 有小孩的家庭 还有有小狗小猫的 你也不想让它打住 是吧 还有哪些 那么对父母来说 对年轻的父母来讲 25美分可能低了 还有谁 老年人 老年人比较害怕 这个 这个 是吧 这种 还有哪些 女性 有些女性 胆子比较小的 还有我们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 还有印度 是佛教的臣 这个 是吧 那么尤其是 有很多佛教徒 他讲究是不杀生 是吧 我们这个都了解 以前有一句话 叫说 就说 爱惜什么 爱惜非俄杀赵灯 扫地怕杀 娄以命 是吧 那么 就是说 它的原理呢 就是说 不杀生的话 将来可以 升入天堂 是吧 那么我们前一个 老鼠 捕属器 就损害到 它升入天堂的 这种概率 后一种捕属器 就能提高 是吧 它死后都要上天堂的 我们只定25美分 是吧 所以在这里 我们看到一个同学 我们看到 就是我们在定价的时候 原来的这个经营管理者呢 就按照一个成本来进行定价的 他没有考虑价值 或者是为谁而定价 那么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偏差 很多人就说 想买的 非常想买 觉得还是很便宜 那么不想买的 非常讨厌它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企业因为错误的定价 导致了 这个产品最后的退出 赔了一大笔钱 这都是第一个 只是一个小的例子 那么类似的例子 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我们在座的企业家 你想一想 你的产品在定价的时候 你有没有考虑到 你的价格低了呢 还是高了呢 对谁低了呢 对谁高了呢 你是想要 面对这样的顾客群吗 所以大家仔细地思考一下 这个老鼠家子 那么在美国讲课的时候 很多时候啊 这个老鼠家子呢 都是我的学生 在十年之后 都记得我这个老鼠家子 是吧 那么很多 很多同学呢 都要要求买一个老鼠家子 放在它办公桌上 时刻提醒他们 你在定价的时候 不要犯以前的愚蠢的错误 这个错误 可以说是致命的 那么这个产品就退出了 因为定价的这个问题 是吧 那么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要想将来你定价 不犯错误的话 你得从刘老师这 买这个老鼠家子 是吧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我是在美国 两毛五买的 我买一百美元 是吧 而且你不从刘老师这买啊 还不灵 是吧 当然如果你觉得 这个太贵的话 我们没有什么问题 是一顿小龙虾解决不了的 是吧 我们继续啊 还有一个这个市场细分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在当时呢 这个在定价的过程中呢 这个消费者呢 这个经理呢 的确考虑了这个细分问题 他把这个 捕鼠器的这个市场分为两类 一个是处置者 就是说什么 这个老鼠家子呢 只用一次 打住一只老鼠之后啊 这个老鼠家子就扔了 就扔到垃圾桶了 那么第二个呢 他被消费者呢 分为这个重复使用者 那么我们这个塑料的老鼠家子 那么就可以作为一种重复的使用者 那么这个主意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为什么会不好 卫生是一个问题 卫生是一个问题 那么以前我有朋友 在美国讲课的时候 我有朋友经常讲啊 这个卫生也不是问题 大家不都有洗碗机吗 你放洗碗机里就可以了 是吧 还有一个就降低了 他重复购买的这种可能 是吧 那么这又是他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希望消费者重复购买 你现在就是 不让他重复购买 是不是 让他一次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他这里边呢 有很多的问题 那么这个价格呢 也没有反映重复购买 代理了这种好处和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进入正题了 来讨论这个价格 我们讲究定价 但是在这里 我们研究的定价呢 它是一种广义的定价 不是我们老百姓 嘴里的这个价格 在我们这个市场里边呢 价格呢 有很多名字 我们传统人的价格 只有一种 我们大家还能想一想 价格还有哪些 其他的名字 价格还有其他的 这个大家到营创来 交的不是价格 交的是什么 学费 费是吧 学费 还有哪些名字 租金 对 租金 利息 是吧 还有哪些 香货金 对 薪水 酬劳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讲的话 其实我们比较专业的 对价格的定义 其实是一种价格 有钱方面的一种支出 是吧 这是价格 那么它不是 不一定是我们口中的这种价格 我们是一种广义的 你说各位在座的同学 无论你是保险公司的 是吧 保费 还是这个银行的利息 质纳金 还是我们做这个香水的 你卖的钱 是吧 那么各行各业 我们都包括的 所以我们要有广义的这个概念 广义的这个概念 好 我们再来看 什么是定价战略 定价和战略和战术有什么区别 那么战略呢 往往就是一种长期的行动 这个计划来实现一个特等的目标 我们好多时候最终的目标 是要赢得某个事情 某个事情 那么这个战略呢 不同于战术 战术呢 一般是消极的 由根据市场情况进行的反应 战略呢 往往是提前计划的 所以这个呢 战略一般是最初来自于军事 军事战略 后来被我们各方面用作 比如说经济战略 商业战略 营销战略 技术战略 很多的战略 定价呢 是一种反应 是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首先要带大家呢 是分清楚 定价的战略和战术 这个看上去很简单 但很多时候不那么简单 容易混淆 因为说我们在企业经营里边 一定要做好准 首先考虑好 我们做某一项的定价的一种决定 是一种战略方面的决定 还是战术方面的决定 比如说我问大家 就是说 我们经常在零售商啊 那里发现啊 有季末的 就是季节 季节清销 季节到最后大甩卖 那么季节大甩卖 就涉及到一个降价的问题 降价甩卖 那么零售商的 季节 季末的这个大甩卖 是一种价格战略呢 还是战术 战术 有没有说是战略的 我知道大家会犯这个错误 有没有说是战略的 有 为什么是战略 如果在很久之前 他已经制定了这样的战略 我计划在季末进行 这个大甩卖的时候 那个就是战略 这个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各位同学 也就是说不经过这个训练 大家都觉得是战术性的 都说库存太多了 卖不了的 甩吧 如果纯粹是卖不了甩 然后没有经过事先的计划 那是一种战术 但是很多企业 它其实在一年前 就已经做好了季末的大甩卖 那个就是战略 所以各位朋友们 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分清楚 是一种战略还是战术 这让我们可以有 高于别人的一种视角 那么一般的人都会觉得是战术 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战略行为 是吧 战略行为 所以我们看看 为什么要了解定价的重要性呢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价格无处不在 影响了很多我们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 第一呢 它决定了经济体系中的产品需求和供给 这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价格高的话 很多厂商就要进入这个市场 有利可图 那么价格高的时候 消费者就少 价格呢 决定这个需求和供给 那么价格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营销组合里边 唯一的收入和利润来源 我们想想我们企业 我们很多做企业的 你的生产部门 是吧 企业内部的管理 然后各种部门 都是花钱的 哪个是赚钱的 只有定价这边 是吧 这是你收入的唯一的来源 所以作为我们企业里边 我们想想定价这个东西 是企业收入唯一的来源的话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把它放在 非常重要的地位来进行研究 为什么我们仍然是 兢兢业业做产品 马马虎虎做定价 是吧 搞个大概 昨天我们坐那个 儿童汽车的这位朋友 不知道在不在 我看他是在的 是卖这辆车是十万块 租的话是两千 我看到这个整数 我心里就害怕呀 我说这个总数 这个肯定是 它是大概的一个定价 是吧 它怎么就正好是整数 不是99998呢 而是十万块呢 那么这里边很容易 就会有百分之一啊 甚至是将近百分之五的偏差 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都颤抖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 百分之一的偏差 在有的时候是影响 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了 你敢偏差百分之五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利润 所以碰到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放在 将来各位企业家 如果你还有点闲钱 比如说有几千块 几万块闲钱 用于定价的研究 因为你几万块 你无法扩大再生产 你无法再搞个厂房 再搞个产品 这样来做 是吧 但是你有可能可以 把你的价格的精确度 增加百分之一 是吧 就百分之一 我们不需要太多 百分之一有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二十的利润 绝对是值得的 这方面的投资 绝对是值得的 所以我们这个营创这个学院 我一直也在呼吁郑教授 我们要增加很多 这个定价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那么造成这样一个问题的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大学的教育 普遍缺乏对这个定价的教育 我们没有定价专业的 是吧 不光中国 美国也没有定价专业 我们最近的是营销专业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 营销和定价的很多观念 还是冲突的 是吧 那么现在企业里面做定价的 好多都是营销毕业的 或者是经济学毕业的 相关统计学毕业的 甚至是数学毕业的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够 我们缺乏这样的训练 大学是无法 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人才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自己来产生 这样的人才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价格呢 也可以作为产品差异化 和定位的工具 这个在很多例子里面是有的 很多时候我们考虑到目标顾客的话 要进行这样的设定 在美国呢 有一家非常有趣的公司 它呢有三家零售店 三个连锁店 一个叫Bunana Republic 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啊 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相应的名字 那么就是香蕉共和国 它翻译过来就是香蕉共和国 第二个就是Gaap 还有Onavi 它其实呢 是由同一个公司所拥有的 那么他们都卖牛仔裤 但他在卖牛仔裤的话 就非常仔细地进行了价格定位 比如说在Bunana Republic 他们的定价的女士牛仔裤 平均是60美元 那么Gaap呢 是平均48 Onavi平均28 其实是同一个公司的 是吧 他在定价的时候 其实就想好了 用价格来决定自己 零售店的这个定位 那么我们这个定价呢 还受制于其他很多很多方面的影响 你比如说 我们受制于我们的产品 渠道和促销 产品 我们的产品的生命周期 在什么阶段 产品的质量 产品线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渠道 在不同的渠道里 是不是我们要制定不同的价格 那么促销 我们要不要做促销 怎么做促销 什么样的产品 做什么样的促销 这里面的因素呢 需要研究和角色的因素 非常非常多 所以非常重要 那么呢 价格呢 也非常重要的 取决于这个营销环境 我们的消费者 竞争者 分销渠多的成员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 就是定价问题 可以影响到企业的存活 我们已经看过太多的例子 定价错误 导致企业全盘退出 那么产品退出 还是一方面的 有的时候企业 导致这个企业的全盘退出 和很可惜 产品都很多 产品非常多 那么这个 我们可能现在更多的 刚才讲了 好多国内的企业 非常热衷于做产品 但是我告诉大家 产品很多时候不缺 你比如说 我们看过一些数字 在大学里的研究成果 只有低于1%的研究成果 会商业化 那么大学里边 很多教授啊 学者有很多的专利 但是真的变成商业化的 是低于1%的 那么1%里边 又有很多失败的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不缺新的发明 新的发明太多了 死在实验室里的发明 非常非常多 如何进行商业化 变成可以盈利的模式 才是关键 那么这个价格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吧 影响到企业的一些生存 我们还会有 很多其他的例子 接下来会讨论 讨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